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继续讨论一下 其实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几张照片 南海仲裁之后 我们先来回顾这几张照片 可以看到有一个固有的太平岛在上面 我们有一个牌楼在那边 是不是固有的疆域 永固南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蒋经国 当时还是国防部长的时候去过吧 1964年 蒋爸也去过吧 好 再来看看李登辉当总统 李登辉当总统也去过巡视过太平岛 然后沉睡一遍 马英九 马英九 马英九还去的可能是比较多的 要恢复我们的疆土啊 伸张主权 好 其实我们看看这个太平岛 这是南海的仲裁出炉 你们觉得台湾跟大陆 是不是都被打了一个巴掌 我们的大陆的九段线没了 太平岛变成什么不是岛啊 是礁了 但是太平岛0.49公里 它上面有天然的淡水嘛 我们有在那边驻军 蒋爸你当年去 你去看他怎么样 今天现场在座就只有你去过吗 其实在太平岛很早以前 在1946年 那时候就有国军驻载 抗战胜利之后 抗战胜利之后 所以太平岛很早就有驻军了 最早以前是海军陆战队 在大陆整个台湾是海军陆战队区 所以一直没有离开过在中华民国控制的范围 所以你讲的太平岛这次由海洋国际法庭根据他们的仲裁人以后 说认为它是一个礁 那是不对的 因为联合国这个海洋公约法 这个里面有说得很清楚 这个岛上面能够有经济活动 有淡水 有经济活动 这就是岛 有植物生长这些 这它都具备 它全场 它整个这个 面积0.49公里 0.49公里 但是它很长 对对 狭长型的 一些一些 还有一个机场 机场 还有港口 现在还有港口 这一次的那个仲裁庭 理论上他们没有权利来判 就是说做出仲裁 主权的问题他们是不能碰的 那这一次其实仲裁案 所有的都是输家 没有赢家 包括最大 菲律宾呢 菲律宾它是虽然赢了面子 但是它失了理智 因为它要的是经济 而不是那个真的什么主权或不主权 因为主权它也斗不够中国大陆的金鉴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输家 但是最大的输家是台湾 因为台湾本来不是在仲裁的范围之内 理论上它是仲裁庭 它仲裁的时候 首先问你一下 小英要不要上台湾 我觉得小英已经够硬了 仲裁庭它没有针对主权这个问题 所以也觉得蔡英文不应该随着中共来起舞 十一段线九段线开始讲起 这个根本是虚化了这个虚线 真的吗 哪里有人先划到人家那个国家的前面那条 不可能的 这是虚线 所以这个虚线现在仲裁庭指仲裁这个是岛或礁 他现在把这个被交以后 你看看中共后来会把那个飞弹整个撤了 后来他又说要跟各个国家个别来谈 但越南也不上当 因为你来谈的话就陷入中国的陷阱 但这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国际上认可的是200经济海域 对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的领土是在太平岛的话 我们可以拥有200公里的范围的国际经济领域 那专业是我们的渔民可以去当地捕鱼啊 这就是一个迷思 现在即使国际仲裁他没有去所有岛或礁 所有那个渔民呢 他们还是在那边正常作业 完全不受影响 哪里有人 好像那个后期 后渔民的舰又不敢去啊 对那我就问各位朋友了 马英九时代别的国家渔民在 那个所谓你讲200海里经济海域作业 马英九派军军去赶他们嘛 没有啊 嫌疑 你比较你是马英九迷啊 他刚刚讲到这个 其实不管东海南海都有争执 那么在102年的时候 民国122年的时候 我们也与东海和平倡议 我们也我们政府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 所以也跟日本达成了一个协议 我们跟日本这个渔业的协定 四十几年来都是有争执 但是根据东海和平倡议 它的宗旨其实也跟北海游田的开发 是相关的 就是这个主权是永远有争议的 我们各自争议 然后大家来共同就资源来开发 小英就是个性 他是别人做过的他绝对不做 他不买账 萧归朝随 那马英九做过的事情 小英绝对不做嘛 那这样的话 对不对 东海和平倡议 不可能小英会去推动嘛 小英绝对推翻 茂玄英怎么看 为了要维护中华民国的这些 法统政治 他一定会做出某种的反应的 这一点我觉得对他不必有任何怀疑 还有去年五月份 其实现在网络上一直在传 去年五月份小英访问美国 是不是他跟美国之间有 很秘密的协议 有他们的默契在 是不是将来太平岛要割给 让美国人来使用啊 台湾一旦发生战事的时候干脆 因为美国的这个叫做新亚洲政策 重回亚洲政策 太平岛如果变成他们美国人的海军基地 不是太好了吗 我在台湾一向是主张 他那个仲裁出来的时候 我主张一个是 干脆小英就把太平岛 租给美国当军事基地 那南海从此不会有任何争端 中共可以 中共那个子老虎的 那个子老虎的嘴巴憨憨 想办法军事专家 能够这样的看待这件事情吗 问题不是在这里 因为周边的菲律宾 日本越南 对南海的群岛 都有意见 而且现在中叶岛 南沙群岛里面的中叶岛 现在菲律宾人已经上去了 已经占了好几个岛屿了 所以问题在哪里 我们太平岛本来我们就在那边 那么现在来讲 你是不是 这个李兄讲说 租给美国人 这个是策略上的问题 我是觉得今天来讲 我只谈这个是属于 中华民国的这个岛屿 那就中华民国的岛屿 那么今天来讲 我保持的是这个 至于怎么样做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么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一个国家来讲 承认自己的领土 这是很重要的 你再讲自己的国家自己爱 自己的土地 你自己顾吧 为什么连这个东西都不顾的时候 我为了配合某种政策 我来做 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既然一个民主国家 就是我们大家要一体的 所以我是觉得像目前来讲 在台湾的情况来讲 两党政治 民主政治很好 我不反对 这个民进党今天来执政 我不反对 我赞成 但是呢 两党要有一个目标 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 你不能说八年我换一个编制 八年下一届总统来了 我又我另一个总统的做法 现在小英来了 小英我不承认南海的 所有签的东西 我不承认 但老百姓怎么走 八年我要跟一个总统 永远台湾做不好 所以一个国家 一个政策 一个方向 大家去努力 我们就是这一次的南海政策 套用那个郭正亮 郭正亮当然是绿营的 没有人 他就说我们现在蔡英文的政府 抱美国跟日本的大腿 抱得太紧了 他用的话叫做 亲媒亲到自我作鉴的程度的时候 老百姓不会同意的 也不对 猫先修 什么样反驳一下吧 我刚才先回应 我们六个大代表 乔委员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 这个你要看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你就从TRA看起 TRA再看TPA 2013年法案先看起 然后再看看现在这个Republican 他这个党纲通过 那个极大保证 从这边来看就很清楚 蔡英文不是在抱美国大腿 而是台湾本来就是属于美国 未占领的土地的一部分 现在是只有中华民国 这个名称的政府来代管而已 所以刚才回应军事专家看法是说 那这样的话我建议 小英应该把熊山放在太平岛上面 熊山摆上去 这才是我们固有僵徒 你假如非但熊山不敢放在上面 不是派海岸凶手队那些 不是派军队去的话 固有僵徒这句话是讲假的 你刚刚这个定论就是 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要放弃台湾 现在照 冒险说他现在连台湾的主权 都不一定是中华民国的 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 我们从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在看 主要占领全国 明文白字 白字黑字写很清楚 美国是有权占领过 英文白字写得很清楚 那日本也声明放弃台湾蓬武主权 但是这主权并没有说要给谁 当然战胜国 战胜国所以战胜国把蒋介石 从中国载回来嘛 大学有没有可能南海会中美两个 这个战略伙伴的大国会不惜 兵容相见 小战争小区域会打狼 大的话是不可能 因为习近平已经极极有为了嘛 他并不能够 如果是子劳谱 先一 我认为不会打 我认为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应该是IS 所以全球各地的领导人 大家应该集中来对付这个反恐主义 至于这个其他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来谈 而且我们希望每一次的谈判 能够创造双赢 杰明佑 两国大国之间 他现在是堕而不破 不会撕破脸 因为打起战来 是两个都是核子大国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但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蔡英勇如果从台湾最大的利润来讲 你两大之间做小的时候 你不能很明显地说靠哪一边 必须要学东协现在的国家 这东协那只一个 他们现在是两边左右 你要求那个杠杆的平衡 天头兄 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说 这个 台湾现在目前的出现来讲 我觉得自己要把自己顾好 今天亲哪一方面都不 自己自立自强最重要 今天来讲我不管外面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曾经走过这段路 自立自强的路不是没有走过 那个时候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现在回头也可以走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来讲 谁干总统 两党谁干总统都可以 但是要把这个 我自己把它强壮起来 才是唯一的方向 一定靠谁都没有用 要靠自己 是的 海外乔胞关心国事 反映在地的声音 大家是爱之声 责之切 都是希望台湾中华民国 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谢谢各位来宾 今天热烈的参与讨论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现在再把现场 还给彭内的主播 我们下期见